曾因六四长期被打压的北京著名意见作家戴晴 日前突然得到原工作单位光明日报社的好意 愿为他补办退休养老手续 这也是报社21年来对他首次表示关心 对此外界解读不一 但人们共同关注的是 这是洗礼班子的新政还是个案 因六四问题被处理的北京著名意见作家戴晴 日前忽然接导原单位光明日报社的电话 声称愿意为他补办退休养老手续 这令他颇感意外 戴晴对新唐人表示 六四后他被当局收容审查了十个月 随后他被当时担任总编辑的张长海辞职 整整21年他过着没有工资的生活 几年前戴晴曾经犯心脏病 当时戴晴去光明日报的合同医院看病 却被告知他与单位已经没有关系了 今年5月戴晴母亲去世 因遗产问题回单位查档案 单位予以拒绝 声称他的关系早转到人才中心 戴晴先后四次给光明日报寄抗辩信 抗议他本人没有同意和签字的情况下 光明日报私自把他的档案 转到了人才中心违法 戴晴表示现在原单位突然对他改变态度 但他需要的是事实真相 不接受这个好心 第一在我自己本人的我这个良知 我自己的自尊都不能接受 第二个我觉得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案例 如果我的案子就能这么乱七八糟就抹过去了 那么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面 比我受苦受难 多的多 深的多 而且常染的多的这些人 他们怎么办 类似的人员还很多 比如说高瑜也是这种情况 但是还没有任何人向他表示善意 现在来说还只是一个个案 一个孤正 曾因六四被判刑13年的中国宪政学者陈子明还表示 他自己没有得到当局善意的表示 而北京独立学者六四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 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最近感到了政治气候的松动 我认为就是任何一个社会 如果有重大的冲突 有重大的社会矛盾 有仇恨的纠结 那么我觉得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南非的那个图图大主教的办法 就是真相 正义 和解 你先得把事情的真相说清楚 然后咱们分辨清楚以后 再说正义和非正义 是和非 最后咱们该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 戴清认为 对新领导人来讲 如何改变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的 宁左勿右做法 公开的按照国际认可的真相 正义 和解的原则 解决像六四等诸多历史问题 是绕不开的坎 另外 独立评论员邢天行表示 中共历来一遇到危机就要搞统战 会对少部分人放松 甚至给一点希望 但过一段时间还会恢复他作恶的本质 现在这种结果也是这么多年 大家在反抗啊 在这个反抗这个暴政的过程当中 中共感到自己的危机 然后才采取的这么一个缓解的一个方法 但是社会的矛盾急剧到现在 它已经很多了 那么中共新任领导班子 他在往下走的过程当中 他就会逐渐碰触许许多多的这个地雷 邢天行指出 新领导人即使有诚意解决历史问题 但是面临中共常年累月累积下来的罪恶 根本臣复不了 即使把中共彻底解体也还不清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